人类新的社会进化方向 元宇宙 本期视频将通过什么是元宇宙 现状以及相应的上市公司股票三点来阐述这一论据 大家好 我是GoMarkets中文部分析主管Jacky 什么是元宇宙呢 我认为元宇宙这个新名词呢会在未来的十年时间颠覆我们的生活 就像当年的互联网 我们会完全的在虚拟世界中拥有一套完整的映射身份 这一套身份能够帮我们在所有的虚拟世界中穿行并积累数据 也就意味着包含VR亲身体感的虚拟社交互动即将来临 2018年美国大导演Steven导演的头号玩家将变成现实 我们如今的技术基本已经成熟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 VR 智能穿戴 传感 卫星硬件处理器 区块链人工智能5G基站等等 区块链解决了识别和接种问题 通过智能合约去中进化的清算解算平台机制 确保价值的所有权和流通 实现经济体系的稳定 有效 5G解决了数据传输时效问题 VR和穿戴设备解决了沉浸式场景体验问题 人工智能降低了对硬件设施的依赖程度 同时使得数据处理变得更加简单 也就意味着虚拟世界庞大的数据流 不再是阻碍图像音频视频传播的难题 所以当解决了网络技术和计算能力 包括空间定位算法 虚拟场景匹配 实时网络传输 JPU服务器边缘处理等降低成本和网络阻算 虚拟世界不再是传统的互联网浏览网页 平面的显示器 而是变成了全新的3D世界 可以沉浸其中 那么从现状上来看 2021年可穿戴设备厂商 Oculus Facebook的子公司 最新研发的VR产品销量远超预期 再次点燃了市场对于虚拟现实的想象 元宇宙打造的产业链 包括微纳米加工优质制造 精密测绘 光学制造 以及相关软件行业 包括我本人在昨天的时间 也在亚马逊上买了Facebook的Oculus Quest 2 看了很多测评 其在图像处理和场景应用上 比笨重的传统VR护目镜 要有更多的计算能力 本身它就是一台计算机 Facebook Quest 2的定价是很实惠的 定价只有299美元 并且Facebook一直将其使命描述为 将人们在线联系起来 通过虚拟现实社交网络来实现商业业务 而扎克伯格本人认为 元宇宙是公司自然进化的一部分 它将允许人们在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个人电脑和传统手机之间相互移动 我们再看进军元宇宙的上市公司 那么作为投资者来讲 我们可以关注英伟达 英伟达除了提供通常的CPU JPU以及数据中心外 还提供非常关键的元宇宙部分处理 腾讯是我们华人比较熟悉的 它持有Epic Games 40%的股份 同时为元宇宙世界提供先进的操作系统 那么就如同今天的iOS系统和安卓系统 Facebook和Snap将提供AR和VR曝光 在未来电子商务场景中的应用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两家公司同时还在开发硬件 微软和索尼都在开发 同样Xbox和PlayStation也参与了未来元宇宙设计 微软同样拥有和Roblox类似的平台 其他公司我们要关注苹果和迪士尼 对于沉浸时体验 说再多也不如自己尝试 300多美金可以买Quest 2的VR设备 来顺便买一些母公司Facebook的股票 试了好才是真的好 未来的新人类00后门的乐园 将在元宇宙中展开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了解更多市场相关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视频 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